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昨天印发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。 魏纪委表示,人感染H7N9禽流感传染源目前尚不明确,根据以往经验及本次病例流行病学的调查,推测可能为携带H7N9禽流感病毒的禽类及其分泌物或排泄物。 传播途径为经呼吸道传播,也可通过密切接触感染的禽类分泌物或排泄物等被感染,直接接触病毒也可被感染,现尚无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确切证据。 现阶段高危人群主要是从事禽类养殖、销售、宰杀、加工业者,以及在发病前一周内接触过禽类者。 诊疗方案指出,人感染H7N9禽流感潜伏期一般为7天以内。 根据诊疗方案,对临床诊断和确诊患者应进行隔离治疗。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时印发的防控方案明确,同时具备四项条件的病例为监测病例。 发热、夜下体温大于等于38度,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。 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降低或正常,或淋巴细胞分类技术减少。 不能从临床或实验室角度诊断为常见病原所致肺炎。 记者霍云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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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